孔雀山庄内,正背身说话的老赵,突然大惊失色 按说,这江湖上能无声无息,瞒过他感知的人不多 但眼前,竟不知何时出现了识人一叫 教中人没有说话,但惊人的杀气,却早已刺的老赵寒毛倒立 来者不善,庄主邱天明闻声赶来 只见教中,窜出一道模糊的黑影 杀气腾腾,出手如鬼 正是七月十五的当家人,西门玉 但见邱天明双掌气出,扣住西门玉的同时调动周身内力 一抹闭塞浮现,西门玉背着刚猛的内力直接震回教内 西门多主身体为和,不如等养好身子,老夫再来讨教 西门玉强行压下体内紊乱的真气 不敢,西门夫人大寿特来讨杯道喝酒 不知邱庄主是否欢迎 他当然知道自己与邱天明的差距 但他同样也有着不得不来的理由 因为他要确定一件事 一件关系到七月十五未来的大事 几日前,西门玉为了挑起孔雀山庄与镇远标局之间的冲突 便命坐下杀手麻风,加扮孔雀山庄少主 杀死了镇远标局总标头的爱女,邓玉如 但西门玉万万没有想到 邓玉如非但没死,反而还给麻风灌下一枚毒药 而且,这毒药霸道无比 一旦发作通体黑纹,内力尽散 西门玉虽一眼认出此毒,乃青龙会特有的毒药 青龙瘾 但他却始终想不明白 为何这青龙瘾会出现在邓玉如身上 于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他 找到邓玉如 这才得知邓玉如竟是青龙使者流星假扮 论武功地位 西门玉还要低上人家一等 真正的邓玉如早已被流星杀死 之所以如此 是为了嫁给邱家少主 完成盗取孔雀灵的人物 西门玉还想再问 随后 流星为了增进跟麻风的感情 以邓玉如的模样 整日待在茶棚 但人的感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 他表面向麻风处处示好 但内心又跟茶棚的伙计小五 鼓声情愫 殊不知 小五才是真正的邓玉如 而他以为的邓玉如 只不过是个无心无情的冷酷杀手 流星看着毒发倒地的麻风 心中暗想 看来你对邓玉如一点情分都没有了 要以她的身份与你成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不过没有关系 那我就换个身份 咱们重新吧 但麻风醒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采药的姑娘 娇小玲珑 顾盼燕燃 仅一个眼神便让麻风 渐心大乱 但此刻的他又哪里知道 面前柔情似水的女人 实则杀人越货 样样精通 一段比爱情故事还要复杂的关系 就此产生 麻风喜欢上了流星 可流星却喜欢小五 而小五则喜欢上流星 假扮的能力如 是流星 又不是流星 所以 流星总是莫名其妙 就吃上了自己的醋 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 至于一场刺杀 这一天 七月十五中能叫上号的杀手 集体出动 麻风 高丽 汤野 马鞭 小五 无人各自隐匿街头 军在的目标出现 呼唤马蹄声响 路尽头 走来两匹大马 马上 分别是辽东大侠百里长青 以及百步神拳 邓定侯 便在此时 杀敌的信号出现 各路杀手 瞧见信号 立刻从四面八方现身 电光火石间 汤野 马鞭 已经挟刺而出 他们用尽必胜功力 困住百里长青 只盼小五 捕上那必杀必胜的意见 这一刻 空间 喜乎凝滞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小五的剑剑之上 突然 剑锋一篇 万众瞩目的小五 于关键时刻帆幕 他本就是孔雀山庄的少庄主 潜伏在七月十五 为的 便是刺客 小五叛变 高丽沉默 接二连三的变故 让七月十五战力周渐 很快 便被反映过来的正派人士 砍杀殆尽 为了斩草除根 小五同高丽杀上中原桂鱼 江湖上最负盛名的杀手组织 立刻做鸟兽散 毕竟 他们本就是一群唯利仕途的小人 没有谁会真的为西门玉卖命 马峰也在这场乱战中逃走 临走时 还不忘带上刘星 刘星以为 他终于要承认自己邱家少主的身份 便气了小五 与他一同讨命 一路上几经交谈 刘星察觉 二人的对话 简直是驴唇不对麻醉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当真就叫麻风 没有家 没有家人 是 这一刻 刘星终于醒悟 玉卢想嫁给邱凤雾 难道他连麻风 是不是邱凤雾都没搞清楚吗 麻风一行要杀玉卢 他要杀玉卢 是了 他一开始就假计邱凤雾的身份 接近玉卢 因为西门玉想挑起孔雀山庄 和镇远镖局的冲突 你可醒了 刘姑娘 快去帮帮少爷的忙吧 少爷一对二啊 恐怕要输啊 什么一对二 他分明就是 一三七二 一对二 少爷恐怕要输 一对二 一对二 小五 不是麻风 是小五 刘星看着一脸焦急的麻风 眼神渐渐的冷了 而当他决定抛弃麻风 再度回到小五身边时 望着遍地狼藉 勃然大怒的西门玉 也得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舵主绝对想不到 在清水镇带走小五的人是谁 谁啊 孔雀山庄 而且弟兄们还打探到 他们想带走的 是孔雀山庄的少庄主 邱凤 一个不愿面对的想法 犹然而生 迫使着西门玉 赶往孔雀山庄 宁愿生死 也换一个答案 这一晚 天生异象 茶房外 下起了腰蓝色的雨 一向漫不惊心的老板娘 突然大惊失色 赶忙拆遣着小五 取来她珍藏的茶叶 迅速泡好 紧张地站在一旁 因为今晚 有贵客要来 各位少侠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